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54年出现解冻文学 乱 那么后来又后了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 那么苏联也企图有一段时间有过他的解冻时期 那么他本身也提出了对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压制日丹诺夫 就1953年宣告了斯大林日丹诺夫模式的终结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当时认为周扬是中国的日丹诺夫 日丹诺夫这个人大家知道了 苏联时候的唯一理论家 就是苏联的周扬 或者说周扬当时是中国的日丹诺夫 当时是可以这么说的 那么1958年大约进来 毛泽东对这个明歌他非常欣赏 所以提出了两结合的创作方法 这个可以去看我的书里面 在后面我是提到前面来讲的 大家今天了解一下 我的意思就是说 现实主义它这个争论 大家要理清楚几点 一呢就是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它有一个发展的脉络 是吧 第二呢它从苏联过来 那么第三呢它只是一个概念和口号 而在它真正的讨论当中呢 它是现实主义 大家讨论很多的现实主义 第四呢对这个现实主义讨论 它也不断托宽的 托展的这样一个空间 那么第五呢它企图呢 随着苏联勒达诺夫的一个终结 它又中国又开始寻找别的概念 中国自己的概念去替代它 这就两结合革命的现实主义 革命的浪漫主义 但是革命的现实主义 革命的浪漫主义 没有真正的创作实践来支撑 所以它在理论上贯彻的并不彻底 所以大家会发现 我们基本上可以这么去理解它 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这样一些理论的口号 它强大了一种政治的理念 并没有在我们的维修实践当中 完全贯彻下去 是不是 所以最后文化大革命 它才会说 这个江青啊 甚至包括应该说 毛泽东本人也会这样认为 是吧 就都是被资产阶级 封建主义统治 是吧 它所有的作品都被打成大毒草 是不是 那么 甚至周扬最后自己 文化大革命也打了 是吧 它中宣部就是阎罗殿 是吧 周扬就是阎王爷 他是这样来描述的 毛泽东人对周扬也不满意 当时如果说 是按照刘少奇 这个周恩来 邓小平 他们的路子走的话 那么中国后来不是那么回事 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是吧 也不会一打三反 也不会 当时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都有承诺 是吧 中国就是土改之后呢 民族资产阶级是要保留的 但是毛泽东一个人觉得 要把中国还有什么民族资产阶级 一定要把他们打倒 他就觉得其他的缺乏革命意志 缺乏革命的眼见 远见 你保留着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无法进行下去 毛泽是非常彻底的一个革命家 是不是 所以呢 把民族资产阶级 把它开始是数百 到后来民族资产阶级 基本上也是被剥夺一切了 是吧 那么 拉浩才有 到了文化大革命 你看 把他周围的这些 觉得他们党内出了凶政主义 只有他一个人反对自然阶级法权 是吧 要继续无产阶级策略下来 要完成无产阶级策略下来 继续革命 所以这个来看的话 党内的这种斗争 它非常激烈 毛 确实是 他 推动着中国的革命 是往这样一个激进化的 道路上 不断的前进 所以这些大家要去理解它 那么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呢 是毛泽东提出来的 革命的浪漫主义 革命的现实主义 所以为什么革命文学 在现实主义的这样一个 纲铃底下 它要那么 羞答答的 同时又是不断的 要提起浪漫主义 我觉得这是一个 里面隐藏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秘密 这是我要去探讨的 今天可能在这里和大家会讲不太清楚 那么六万年八月的大连的农村题材小说会议的邵全宁也提出 现实主义的深化 写中间人物 那么这其实也是中国的现实主义 本来在这里有可能会有一次转型和深化 但是很快又受到批判 那么随后是文化大革命了 更加激进的政治 所以文革后被称之为现实主义的伟大的复苏 我不知道这样一个伟大的复苏是在哪个意义上 我们去阐释它 我们到后面 文革后来 我也希望我们再去阐释它 但是这里谈到胡锋的问题 胡锋的大家要理解几点 我想就这书上大家看一看 我想提刚协理的讲几点 就是说我以前对胡锋的判断 我觉得胡锋的 他可能是中国首屈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但是他在这样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的斗争当中 他是被驱逐了 是吧 那么胡锋呢 他应该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他读得非常的透 他一开始就跟中央论真 是吧 大家看到过点线性的问题 我的书里面也写到 刚才有位同学提到点线性 到底应该怎么理解 我觉得那一段比较复杂 因为其实当年胡锋和周扬本人 都并没有说清这个问题 而且和他们过去的观点和立场 搅在一起 胡锋要强调的是一个主观精神 还是主观精神 贯注的这样一个典型形象 才能表现一个阶级的 所以他这些理论都很含会 而且是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理清 并不是和周扬 和周扬要截囊对立的东西并不多 大家理解吗 就是他说的是这个 他说的是那个 他并不是天天在论真 但他并不是截囊对立 如果论真是截囊对立 那好 那很清楚 你到底是在哪个点上来对立 所以这个大家看一看就行了 不一定要记住 我们也不考这一段 那么大家了解 但是呢 我要说胡锋呢 他是能够读懂 读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同时呢 他自己编刊幕 他自己写诗 他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作家 他理解作家的创作 同时呢 他是对文学 艺术 还有他非常深知的那样一种感情 但是对周扬来说 他是要把革命的理论 革命的利益 对革命的理想化 他要放在首位 那么胡锋呢 一直认为有一种革命 和文学的完美的结合 他的根本点就在于 作家的主观和体验 就作家只要把他的 个人的内在的精神激发出来 是吧 能够用他内在精神 是革命的 拥抱了这样一个生活 火热的斗争生活 拥抱了一个阶级 那么他就一定能够创造出 反映这个阶级 反映我们伟大的斗争的这种作品 对于周扬来说 只有理念 只有概念 就是绝对精神 所以谋论意义上来说 周扬反倒是一个黑格式的人物 他只管绝对理念 就是革命的理念 只要有革命的理念 这一切都能够解决 所以对于周扬来说 与其说要纠缠于政治和文义的关系 不如说文义就是政治的一种形式 所以周扬是这么来理解的 但是大家想一想 胡锋当年的那种影响 是吧 他是对文学 还有一种 他非常赤诚的一种理解经验 同时胡锋也是一个财气 财分非常高的理论家 几乎可以说 当时中国的理论水平 胡锋是最高的 你看鲁迅才会那么赏识他 鲁迅赏识两个 胡锋和冯雪峰 当然还有曲秋白 他也很赏识 那么他其实最赏识胡锋 那么以胡锋的那种眼界 他的理论修养 他并没有把周扬放在眼里 胡锋当年骄傲到什么地步 他给张中行写信 他说现在那么多的人 把讲话这本小册子 当成图团 这个话当时要不 这个信后来被发现 发掘出来 那老毛看了 那肯定是非常 毛主席看了 那肯定非常气愤 是吧 非常愤怒 这还表达 但是可见胡锋 当年他是很不以为了 虽然是他在他主编的 刊物上首发了这个讲话 在国统局首发了讲话 但是呢 他骨子里 他并没有信服讲话 他觉得讲话 讲到那些东西 不如他对唯一理论 对革命的唯一理论 对乌产阶级的唯一理论 理解的透彻 应该在他的理论的框架中来建构 所以对于胡锋来说呢 胡锋和周扬的斗争呢 其实周扬那一套东西 全是苏联翻过来的 那一篇 我刚才提到的那一篇 社会主义宪主义 革命的浪漫主义 那篇文章 著名的文章 其实也是苏联的 那些文章的一个编译 其实是编译的 在今天看起来 这个都不符合学术规范的 周扬的很多文章 就从苏联 因为他懂得俄语 就把苏联的那些东西 都搬过来 拼几下 那么就变成他的一种理论 在今天肯定 平副教授都会受到一些质疑 但是在那样严峻的革命的年代 在我们的理论空白的情况下 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开创者 是吧 他建构起了这套东西 但是胡锋是有可能走中国的 革命文学的道路 那么这种革命文学的道路 就是有可能开创一条 这条道路 就是在中国文学的基础上 所建构起来的理论 但是胡锋失败 那么胡锋的主观精神论 大家要理解一个要点 这个要点就是说 我这书里面也写了 就实际上胡锋自己并没有主观战斗精神论 就温如铭先生对这个东西有这个问题有恶受 他只讲过主观精神论 但是后来的批判者和这个我们习惯讲胡锋是主观战斗精神论 但是据温如铭等人的考证就是说在他的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呢 他没有说主观战斗精神论 所以这个理论呢 并不是纯粹的文学理论 它带有那个时期相当强烈的革命意识形态 它是胡锋各人对革命的体验与时代的革命要求相融合 而产生的思想 同时也是团结在希望和七月杂志周围的那些文学同仁的共同理念 那么关于典型的讨论 我就不多讲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看看书 大家如果觉得那段太回色了 太不好看了就不看都没事 胡锋的几篇文章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四五年在希望上发表的 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 那么胡锋的观点呢 就是文学写作就是与现实的血漏人生搏斗 所以你可以可见胡锋的理论其实深受鲁迅的文学观的影响 他当然胡锋本人手入本的影响也很深 胡锋的这段话 这里面有几个要点你注意到 他说使作家扩张了自己 或者抵抗 在历史要求的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 我为什么把这几个关键词跟他标出来了 大家注意到 胡锋后来1948年写这篇文 《文章的现实主义的路》 其实胡锋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 就是他认为文学呢 就是要去除中国人民几千年基建下来的精神奴役的创伤 我觉得这是他理解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出发点 所以他为什么要主观战斗精神呢 主观战斗精神才能昂扬你的内在的这种主体性 是吧 他虽然没使用主体性这个概念 他这个主观的精神呢 只有你有主观性强了 你才能够去除你的奴性 是吧 鲁迅先生有一句话 在座的都很熟知 胡锋说只有两种的这个世界上 一种是做我们的奴才的人 另一种是想做奴才而不得的人 我经常拿这两句话来反省一下我自己 是吧 经常要经常敲锦钟 是吧 因为我们一不小心就想做奴才 而且为想做奴才而不得呢 我们非常的痛心 非常痛苦 我们经常为什么痛苦 就是因为想做奴才而不得 是吧 我们才痛苦 我觉得鲁迅这句话 真是要经常 那就棒喝啊 我是经常让他敲我自己的脑袋 我觉得这方面女同学做得比较好啊 男同学都不行啊 所以这个 摆脱这个精神奴役的创伤 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其实呢 鲁迅先生呢 他一生所批判 说他说他是民族的脑袋 说他是民族的脊梁 毛泽东这点是看得很准 骨头是最硬的 他就是要拒绝做奴隶 拒绝做奴隶 所以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非常根本的 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胡锋呢 这句话给他的主观精神论的点题了 是吧 才联系起来 就在鲁迅创立的这个新文学的传统 和胡锋的这种理论 以及他对革命理论的这样一个战斗性的诠释 才有一个深厚的一个基础 在广泛的意义上 文学自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 所以周扬就是 他在一个理念和概念 外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革命的文艺 但是胡锋要把革命的文艺看成是内在的经验 是吧 是一个内在化的经验 是作家的主观的体验 没有讲体验 你讲别的 离开了作家的体验 什么东西都写不出来 是不是 胡锋就对这一点 他永远难以放弃 如果说没有体验 没有内在的经验 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内在的经验 不是外在的 是吧 所以现实主义也好 这些也好 他必须是内在化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如果大家觉得 胡锋和周扬二者很难区分的话 那么胡锋的独特性的话 那么就从内在性这一点上去理解它 是一个内在的经验 那么这是整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社会主义革命文学所缺乏的经验 而胡锋死死的要抱住这一点 如果说联系我刚才说的浪漫主义的经验 我的浪漫主义就是一个内在化的经验 它必须建立在一种内在的自我的基础上 它才能够建构其理念 才有理想化 三十万年书 大家注意是符合在1954年 三月到七月间 他躲起来写了一本 震惊中国的三十万年书 写后就交给国务院 当时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同志 这现在我们习近平的父亲 因为他是文教委员会主任 他必然要交给上面 是吧 他不交给上面 这是他辞职 这是他的工作 他三十万年书的主要是 拨斥林沫涵和何西方 他认为了这五把里的刀子 所以这个要记住 就是林沫涵和 那个胡锋认为 林沫涵和何西方的五把刀子 是哪五把刀子 共产主义世界观 公主命生活 思想改造 民族形式 题材 那么这里有一个细节 大家也必须记一下 就是当时呢 这个胡锋得知文艺报要刊登 他的意见书 并组织公开讨论 他以55年1月14日晚上 找到周扬的成人错误 他那个时候知道他自己 可能问题非常严重了 并要求发表他的意见书 就是在绝守附上他写的我的声明 那么我的声明的意思就是说是 还是想说他是自己思想 意识的论识不清 小资产的思想等等 毛泽东当认给周扬的批示时 周扬同时 一 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 第二 应对胡锋的资产阶级违心论 反党反人民的唯一思想 进行彻底的批判 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关联里 躲起来 就是反党反人民 所以这一点对胡锋的打击非常大 所以5月13日 《南民日报》发表 关于胡锋反弹集团的材料 所以胡锋案千年两千一百多人 胡锋被关押在监狱里 直到1980年才批判处于 1985年6月8日 胡锋在北京逝世 当时的胡锋分子 大家知道下产 都两千多人 都是气力止散 家破人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